梦幻西游最不好卖的神兽 第一名真的是狗都不要 第五名超级赤焰兽 这个神兽以前还是非常猛的 法术攻击后会降低对面各种属性 虚弥放出以后价格就不太贵了 现在因为虚弥大掉价 这个神兽现在也是不好卖了 第四名超级神鹿 这个神兽的特殊技能善恶有报就是一个反派技能 尤其是在神鹿身上 善报的几率更是大大的增加 因为经常给对面加血 这个神兽根本卖不掉 第三名超级泡泡 上次坑了一波大院种的超级泡泡 重新摆满了格子 价格比以前还要拉稀 以前因为颜值还行 价格稳定 现在被坑的谁都不要了 第二名超级神牛 这个神兽在曾经利劈还是主流的时候 价格还是不错的 颜值还行 自从利劈拉稀以后 这个缺技能的神牛也是卖不掉了 第一名超级神狗 现在的超级神狗地位严重下滑 从年初的一万多 现在直接腰斩 比大唐还要难卖 真的是狗都不要 这个图案是叩时的 自己的狗都不要 功能 毕业 冷戏